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明显就是人类武器史的bug呀 不过有趣的是 这款堪称bug级别的武器 不光是美国没有 世界各国对远程空空导弹领域都提不起兴趣 是不愿意还是技术达不到 不过在火力军仔细研究后发现 我们还是太年轻了呀 今天火力军就跟大家好好唠唠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做远程空空导弹 首先火力军先给大家提出个问题 你们说导弹是精准度更重要 还是射程更重要 许多小伙伴会说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 不过对于导弹来说 拥有了足够的射程 必然就要损失一定的精准度 这一点不难思考 我们仔细去考虑这个问题 当我拿枪指着你 你会发现距离枪越远 你就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规避 换句话说 子弹在出膛的一刹那 到达5米位置或许只要0.01秒 但是要到达100米位置 就需要0.1或者1秒 这要是反应速度快的人 说不准都做了好几个战术规避动作了 当然上面只是打个比方 不过对于远程空空导弹来说 道理是差不多的 我们从五代机的弹药配比上来看 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是 拿美军的五代机F22举例 F22在隐身状态下 可以携带六发AM120中程空空导弹 以及两发格斗导弹 这也就是说 F22别看有超市巨战斗 但是人家压根就没想在千里之外打击目标 就是在中程消灭你 如果实在没招了 你都近我身了 那我只能用两发格斗导弹跟你拼刺刀了 F22之所以这么选择 实际上也就是说明了 远程导弹在命中率上有非常大的缺陷 毕竟对于导弹来说 无论你是否用超市巨作战 都需要战机先进行雷达长时间照射引导 随后再发射 在这里火力军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以为超市巨作战是万能的 你这在千里之外就用雷达制导我 那敌方飞行员还不做战术规避动作呀 你距离越远 给对方飞行员的反应时间就越多 并且对于己方来说 一方面开启雷达就意味着自己也会暴露 另一方面距离过远 能不能精准制导还是个很大的问题 你要是纯凭惯性为初阶制导 那人家一个大角度转弯 就飞出导弹雷达视野了 根本就不可能达到敌机 说到这儿或许有小伙伴不服了 导弹上的雷达难道都是吃素的吗 哪有这么好躲避 这就不得不说导弹这玩意儿实在是太大了 它的体积就注定了这家伙不可能有很大的雷达 只有少数导弹自己可以超视距探测 大部分的导弹在初始阶段是和飞机共享雷达的 你要是勉强发射远程空空导弹 别看美军FR一般都是亚音速巡航 说躲过去也就躲过去了 就算不说最先进的五代机 远程空空导弹冲击量也就是打打敌人的预警机 这些比较笨重的高价值目标 对于高速移动目标实在是边长莫及 当然这也引发这样一个疑问 如果我们解决了远程空空导弹的精准度问题 是不是就能让它成为战场骄子呢 实际上即使解决了远程导弹的精准度问题 也不能弥补它本身重量过重带来的缺陷 刚刚火力军说过 目前美国最先进的五代机FR-2 在隐身状态下也不过携带六发中程空空导弹 以及两发格斗导弹 F-35更加离谱 不开野蛮状态下也只能携带四发导弹 这么可怜的载弹量让他们去装备远程导弹 实在是不现实 毕竟我们去做一款远程空空导弹 那么无论怎么制造 它在射程上都必须要大于200公里甚至更高 那么弹体燃料相对也要加注 否则根本达不到高射程的目的 所以它的弹重一定不低 然而AIM-120中程空空导弹 重量也不过157公斤 FR-2以及F-35也只能携带六枚和四枚 如果弹体过重 远程空空导弹 一旦为了追求射程放弃重量 怕是直接就给战机拖累死 并且就算美军不顾一切给这玩意儿装上去了 不牺牲隐身性能的前提下 怕是整个FR-2的弹舱里最多容纳一到两发 两发远程空空导弹 说实话在空战当中还真不够看的 万一不能击中目标 敌机通过雷达发现你的位置了 那就是撵着你乱窜 你还有什么反击的手段 这对于夺取制空权来说绝对是致命的缺陷 重量如此之大 就意味着它必然不可能成为空军的重要武器 换句话说 无论是从精准度上还是重量上来看 远程空空导弹并不适合空军装备 并且袭击的目标也不会是主要的高机动空猪目标 从这点上来说 远程空空导弹对于智力抢夺制空权的美军 是非常鸡肋的一款武器 那么这款武器真的就没有研发的必要了吗 火力军思索了很久 认为远距离空空导弹的发展是必要的 我们从美国的空空导弹发展经历来看 当年美国并不是放弃了远程空空导弹研究 而是研究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冷战开始后 美国就偷偷研制了AIM-47空空导弹 其射程就已经达到了213公里 同时美国采用远程截击机和AIM-47空空导弹相结合 来实现截击苏联的远程轰炸机 解除苏联轰炸机对美国本土的威胁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美国当时的截击机搭配的AIM-47空空导弹 已经算是一种非常机型的远程空空导弹出行 但是在任务角度来说 这个组合确实不错 所以尝到了甜头的美国 甚至要把AIM-47空空导弹 配备上小型核弹头 以此来扩大导弹对苏联轰炸机的单次杀伤效率 根据这个计划 美国研发了YF-12A三倍音速高空截击机 并且在实验当中 YF-12A截击机发射了13枚空空导弹 12枚精准命中目标 这就意味着美国YF-12A可以在22,860米高空 以三倍音速的飞行速度 发射带有核弹头的空空导弹 精准打击苏联来袭的战机 这让美国非常的骄傲 毕竟能如此针对苏联的也只有美国一家 不过可惜的是 这款武器被淘汰的也有点太快了 当时苏联研发了洲际导弹 陆基已经基本具备了远程核打击能力 用不着远程轰炸机携带核弹轰炸美国本土 美国的截击机和空空导弹组合彻底没了用武之地 此时美国对于远程空空导弹的研究已经处于停滞阶段 因此苏联轰炸机没必要对美国进行战略和威胁 不过空军放弃了海军可没放弃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苏联海军开始向外扩张 当时苏美军被竞赛中 苏联研发了大量远程反舰导弹 以及中程轰炸机 这对美国航母舰队的威胁是极大的 此时的苏联已经完全具备了 可以对美国航母编队进行饱和火力攻击 美国人也很无奈呀 本来我横行于世界 靠的就是我的航母 这就是我的双腿 苏联不讲武德想给我的双腿打断 这我能答应吗 为了应对苏联在未来可能的威胁 美国只能尽快整合舰载和空机防空力量 此时的美国需要一款射程远的武器 不过此时的美国技能术再一次点歪了 发展了AIM-54不死鸟空空导弹 这是一款中程导弹 但是射程却并不短 直接针对苏联反舰导弹 以及中程轰炸机的中间力量 不过由于美国过于追求射程 导致这款导弹非常重 但是美国根本就不嫌弃 反正我有F-14熊猫战斗机 可以搭载这款导弹 并且就算这款导弹很重 那也没关系呀 反正你的轰炸机带的弹药比我还重 飞行速度也慢 我打你的轰炸机 总比高机动歼击击击要好打得多吧 不过可惜的是 苏联当时虽然具备了打击能力 但还没来得及和美国battle一下就解体了 AIM-54最终也没能和苏联一较高下 不过在1999年1月 美方在Soulson Verch行动任务中 曾派遣了一架F-14D参加 其中这架F-14D就携带了AIM-54 这场战斗也直接暴露了这款导弹的问题 射程高但精度却很差 F-14D在面对伊拉克米格-25战斗机时 发射了两枚 但全部因发动机故障 没能击中目标 这是AIM-54第一次实战 却以最尴尬的失败告终 不过此时世界局势已然发生变化 苏联解体 美国受到的远程打击威胁大大降低 AIM-54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 这款武器再也不是美军的宠儿 携带起来实在是废事 并且武器重就不说了 主要是导热电子元器一打开就开始发热 不进行降温的话分分钟能给F-14都烧着了 这么危险的武器拿着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呢 到了这个时候 美国开始挑AIM-54的毛病 就连美国海军需要F-14参加日常巡逻时 都不肯携带这款武器 AIM-54也就此成为了时代的眼泪 被美国人给彻底抛弃了 虽然AIM-54被美国抛弃 但却也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经验 对于空空导弹来说我既然越远就要把重量做得越大 我能不能在中程环境中将导弹做得越来越小呢 从目前来看 美国最先进的AIM-120中程空空导弹 最大射程已经达到了165公里 这个射程和AIM-54导弹差不了太多 而且相较于不死鸟来说 AIM-120雷达更加先进 精度更准 重量体积更小 非常符合现代五代战机的需求 要知道战机多一发导弹 那可是救命的东西 现在的中程导弹这么牛逼 远程导弹还有必要吗 所以基于这个背景 中程空空导弹的出境率大大增加 我们再来看美军最近几年的经典战役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对远程导弹并不敏感 海湾战争期间 美军制霸天空 你看看伊拉克的飞机敢不敢上天 上去就给你打下来了 你空中压根就没优势 我中程导弹足以碾压你 所以不如让战机多挂在几个中程导弹或者格斗导弹 再不计弄点空对地导弹 也比远程导弹这玩意儿强得多 自从海湾战争藏到了甜头 再看看美军后面的战争里 几乎全部占据绝对的制空权 天空上只能出现美军的飞机 什么他国飞机那都不好使 仗都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说远程空空导弹还有啥用 但是对于未来大国战争并非如此 从目前来看 大国之间的军事差距逐渐缩小 在未来战争中 信息战电子战只会越发频繁 空中预警机成为了飞机的眼睛 这种高价值目标必然是 未来战争中的首要打击目标 空中预警机确实太过笨重 毕竟这东西扛着这么重的雷达 它的速度能有多快 不过这东西你别说确实好使 你想要打掉它还真不容易 空中预警机可以在几百公里范围内搜索目标 中程导弹战机还真别想逃过它的眼睛 那么想要在空战摧毁敌人的眼睛 远程导弹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面对笨重的目标 它的打击能力确实强悍 并且具备出其不意的效果 从数据上来看 北约空中预警机探测范围大约在400公里 然而在这个范围内 先进的远程空空导弹 甚至可以在探测边缘发射 对空中预警机是极大的威胁 当然不仅仅是空中预警机 你以为的空中加油机就能跑得了 空中加油机甚至就是远程导弹的火把子 这种大型空中机型 对于远程空空导弹而言 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有了这款武器至少在空战领域上 对方根本不敢将大型空战机型 肆无忌惮地摆在上空招摇过市 这就等于说你的空中加油机 大型电子战飞机 空中预警机以及轰炸机 都不再是具备威胁的战术装备 只能乖乖地给我放在仓库里吃灰 这种大型战机无法走出仓库 在战略上已经吃了大亏了 更别说各种细节战术上能达成预计目的 这对战场局势有着决定性作用 所以你别看美国当时曾经对远程导弹嗤之以鼻 现在也没能逃过真相定律呀 美国空军看到了在未来大国战争中 远程空空导弹对空中目标的威胁实在太大 已然开始研发新型远程空空导弹 根据报道 美国雷声公司宣布 美国空军在研的AIM-260远程空空导弹 不会对AIM-120中距空空导弹生产造成影响 这句话不言而喻 美方已经着手研制远程空空导弹 并且最有趣的是空军对这款武器尤为青睐 这就说明了美方非常清楚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 远程导弹对敌方的威胁无疑是巨大的 从这个论点来说 远程空空导弹是没用的东西吗 对于弱小的国家来说 这个东西意义不大 因为一旦和强国交手 想要单纯依靠远程导弹夺取制空权 明显是不可能的 并且面对电子战 信息战等信息化作战前提下 你的远程空空导弹 能否上天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对于强国来说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么这个东西做起来很难吗 这东西说实话 做起来并不是很难 我们来看美国的导弹发展就能发现 美国近些年虽然没有研制远程导弹 但是他们就没有能力研制了吗 如果看官老爷这么想 那就太浅了 对于美国来说 单纯的追求远程导弹远射 在技术上没什么不能实现的 毕竟固体推进技术 对于美国来说早已成熟 光是追求远射美国完全可以给AIM-120加一段助推 直接让AIM-120上到极高的射程 但是美国之所以没有研究 极大的原因还是在雷达上 在雷达问题上 如果不能进行突破性进展 那么再远的空空导弹还是不具备威胁 所以美国新一代远程导弹 在雷达上绝对会出现突破性进展 甚至超越目前所有导弹配备的雷达技术 毕竟美国的电子系统技术成熟度有多么夸张 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 另外远程导弹除了要解决雷达技术外 还要解决轻量化问题 因此美国要研制的AIM-260远程导弹 必然要将远程导弹缩小化 让其可以融入隐身战机之中 这样美国在空战中必然占据极大的优势 无论是F-35还是F-22 他们的隐身性能配上远程导弹 战斗力绝对是无比强悍的 这一点是俄罗斯战机无法具备的 毕竟苏-57在隐身性上实在太差 虽然机动能力强 但是如果真的被美军锁定 它也难逃一死 由此可见 美国这一超前行为 可能会再次刷新空中作战优势 而美国能这么快将AIM-260立下 很明显 这些年美国还真没闲着 积累了很多关键的技术 就等着这一刻爆发 不过说到这火力军有一个猜想 你们说未来的远程空空导弹载体 会不会在无人机身上呢 仔细想想这个问题 火力军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 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无人驾驶 来保障飞行员安全 并且可千万别小看无人机 它的实际声线可以达到205,000米 这个高度来说打击空中目标 绝对没有一点问题 不过这里会存在一个问题 空中无人机远程控制系统 还不够成熟 不过按照目前无人机发展趋势 无人机远程控制系统 在未来绝对不是无人机的发展瓶颈 这也就是说 在未来 无人机成为远程导弹的主要载体 是绝对可以的 并且当弹药打完后 无人机也可以成为最后一发导弹 直接朝敌人的高价值目标撞过去 火力军有理由相信 无人机携带远程导弹的作用 一定会比五代机要高很多 这家伙在未来一定是空战利器 那么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 远程空空导弹在未来战争 是否会是主要空战武器 未来在无人机当中 是否也会配备远程空空导弹 来打击高价值目标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